雖然立起碼颱風已經遠離臺灣了 但是西南汽流所帶來的間歇性大雨 是造成了桃園區 臺二十線九十點二K落石 老農溪水更是上漲到快要接近 南橫公路的陸基平面 因此十號上午 桃園區長是開設二級的災害面中心 是前往現場看災 那傍晚的時候會影響我們區民的一個進出 所以這個下午我們會特別小心 也特別請我們的里長 多宣傳 希望我們的區民能夠 能夠注意我們在這個路段 就是復興到96.6K處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會特別注意 區長表示高雄山區從九號夜間 就開始出現了間歇性的大雨 區公所及公路局公務段 都已經準備待命了 貨爆後就即將來進行搶修 此外老農溪如果再持續上漲 不排除對甲仙段採取預警性的封閉 要來測離老農溪上游的居民 及早下山遺侵避免意外發生 你會精解釋 不習慮 怎麼辦